大家好,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我是焕之 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说到在解放战争里 国民党军有数百名将领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当时成为国民党战犯 对于这些人呢,我们党和政府并没有放弃 或者说简单粗暴的惩罚 而是开始了对他们的改造 不过这个改造却实在是相当的不容易 比如说黄维 作为原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维 一度是顽固对抗改造的典型 他顽固到了什么程度呢 黄维基本上在任何学校小组的柜上不发言 他在前行做一件事情 就发明他的涌动机 他在沉浸在他自己的所谓的领域 回避现实 这还不算 有一次黄维的妻子去探监 陪他吃饭的时候 妻子就劝了他一句 说你就跟共产党合作吧 可不了话音刚落 黄维啪的一下就把筷子往桌上一摔大声呵斥到 从现在起我不吃你的饭了 你也别来看我 我母亲几次从上海到北京 主要是想劝说他就是好好的改造 我父亲有的时候还会发很大的脾气 你不要帮共产党讲话来劝我 走吧你走吧 可以说当时的黄维是顽固到了极点 不过黄维的对抗还是明面上的 还算好办 难的是什么呢 是一些战犯的暗中对抗 比如说这位康泽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 康泽是蒋介石统治集团里的重要人物 他不仅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大头目 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常务委员 可谓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 也正因为此 康泽一直不肯认罪 他要坚持他所谓的气节 但是他不跟管理所的干部硬着来 他玩音打 怎么玩呢 当时针对一些顽固分子提出的所谓气节 管理所领导就出题 说我们就讨论讨论 应该坚持怎样的民族气节 这是为了帮助这些战犯 更好的认识气节本意 可您知道这个康泽怎么个狡猾法吗 讨论时他不发言 他窜着边上的黄维先发言 他让黄维说什么呢 他让黄维说 应该坚持文天祥的那种气节 绝不向敌人投降 您听听 这能比吗 文天祥抗援 那是不向外族投降 可国共两党是什么关系 只是政治主张不同而已 但关起门了还是一家人 结果黄维话音刚落 就遭到了其他战犯的批评 而康泽却躲在一边窃喜 这就是康泽 其实不光康泽吧 当时战犯管理所的报告说了 所有战犯的改造工作 正规军队的国民党军官 总体来说比杂牌军的军官好改造 最不好改造的就是国民党的特务 你特务他这个有很多恶喜 长时间形成那个反动观念 再加上特务过去都是敲诈勒索惯了 到了战犯管理所里面 一个是他自己私藏东西 再给来讲 处处想蹭别人的油 拿别人的东西白吃白喝 而且动不动 打小报告 监视别人 注意啊 打小报告监视别人 特务出身的战犯表面上很积极 配合改造 可是事实上 他们只是洋奉阴伪 私底下对抗改造的小动作 那多了去了 这其中就有这位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 沈罪 众所周知啊 沈罪18岁加入军统 准确的说 那个时候还不叫军统 还是复兴社的时候 他就当了特务 因为做人老练 做事沉稳 深得军统头子戴笠的赏识 28岁就成为了军统少将 担任国民党保密局云南战少将战长 是戴笠的四大金刚之一 他是怎么被抓的呢 1949年12月 他是被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给扣押 后来作为战犯被囚禁在昆明监狱的 云南解放之后 他被转移到重庆白宫馆战犯管理所 这期间呢 他一直拒绝改造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清楚 他暗杀过不少共产党人 还干过很多其他坏事 把罪行加起来 那枪毙十回都不够的 所以他觉得 还不如跟共产党对抗到底 在《走向光明》一文里边 他就这样写道 我反正是迟早要被处决 趁活着一天 也得尽可能做一点 对共产党和人民不利的事 才甘心 你听听 这就是被俘之后一开始 他的心态 在昆明监狱 审罪一直不停地破坏监狱设施 因为特务出身 他搞破坏的手段特别的多 让人是防不胜防 可是后来转到重庆白宫馆战犯管理所 他发现不行了 为什么呢 白宫馆战犯管理所 前身就是军统设置的监狱 那军统能想到的监管办法 这里一应俱全 现在正好用在他身上 所以他根本没办法搞破坏 那怎么办 审罪只好改变对抗手段 改为思想对抗 他利用抄旧诗句 把监狱比作深宫 把犯人比成宫女 把心中的不满和反动的思想 通过纸丧骂怀发泄到笔下 注意他这首很厉害 起初很多战犯拒不接受改造 就是因为相信了沈罪当时的假话 其中就包括这两位 一位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宋希莲 另外一位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灵基 当时他们和沈罪等战犯一起 也在对抗改造 当然他们对抗的原因 跟沈罪有所不同 这些高级军官 他们本身就是国民党 统治集团中间的一员 他们自己的身家利益 跟蒋介石过去联系在一起的 你让他们转变立场 那可不容易了 另外生活上 他们这些生活上 过去跟群众是对立的 高高在上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无论在思想上 还是在行为上 国民党战犯本都极其顽固 双方就像是走进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那么这一场攻坚克难的心理战 会在全国各地的战犯管理所怎样打响呢 咱们下去说 在龚德林 杜玉明的床 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 他为何要对其他战犯说 我是今天被共产党俘虏的 这句话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一盒火柴 又为什么让曾经不可一世的秋老虎 备受感动 1959特赦令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无论是在北京的龚德林 还是在重庆的白宫馆 新中国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 一开始进行的是非常艰难 战犯们普遍存在对抗情绪 但是时隔不到两年 到1951年春天 事情出现了变化 怎么呢 那天 北京龚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大院里边 有一个人难得的出来散步了 谁呀 这位 原国民党徐州教总副总司令杜玉明 他一边慢慢走着 一边享受着久违的阳光 您可要问了 难道平时不准他出来晒太阳吗 当然不是 说他久违了阳光 那是几个月之前 他一度病入膏肓 卧床不起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杜玉明在1950年 被转到功德林管理所之后没多久 管理员就发现他的身体不对劲 哪不对劲呢 走路时双腿打颤 经常站立不稳 于是就给他做了检查 结果发现他患了严重的脊椎结核 有的朋友可能知道 这种病发作起来 那是相当疼痛的 得知这一情况 管理所立马向上级部门做了报告 上级部门指示尽快治疗 可没想到因为对抗 杜玉明一直拒绝治疗 结果拖到了卧床不起 那么他后来又是怎么好转了 还出来散步了呢 这里咱们先说一个插曲 就在杜玉明卧床期间 有一天这位从重庆白宫馆战犯管理所 转到北京龚德林的沈醉 听说杜玉明病重就来看他 可是进了病房发现杜玉明的床 有点不对劲 注意杜玉明之前一直是对抗拒绝治疗的 可是当审罪发生误会时 他却笑着解释了真实的情况 很显然他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那么短短几个月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这只能说人心呢 都是肉掌的 公道自在人心 原来由于连年的战争 杜玉明的身体早就落下了病根了 尤其是1947年 他担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期间 病情更为严重 他甚至不得不割掉了左肾 当时他饱受病痛折磨 于是向蒋介石申请 希望去国外治病 可是蒋介石却拒绝了他的要求 理由是国内战局离不开他 就这样无奈的杜玉明只能是点灯 熬游的继续为蒋介石谋划战局 直到1949年1月 他在安徽省张老庄被解放军俘虏 才算是停了下来 而在龚德林情况完全不一样 起初因为他拒绝治疗 病情日趋严重 可是当他卧床不起的时候 管理员不仅没有不管他 相反的还给他安排单人牢房 每天给他送饭送水照顾他 而最让他感动的是 管理所呀 竟然给他弄来了治病的特效药 怎么回事呢 原来想要治疗脊椎结核 光用模具矫正远远不够 关键需要一种特效药 可是这种药当时中国生产不了 只有英美两国才有 但是杜玉明很清楚 当时这两国是不会把药卖给新中国的 因为对新中国实时封锁禁运的 正是他们 可是最终在病危的时候 杜玉明还是及时用上了这个特效药 不光是他呀 当年在功德林管理所里边 有不少国民党战犯也患了结核病 也等着这种药救命 那么这种特效药是怎么弄来的呢 杜玉明他们是怎么也不会想的 为了给他们这些战犯治病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决定派专人前往香港 澳门等等地方 经过辗转的各种关系吧 花重金买回了这种特效药 而当杜玉明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 眼块红了 他真的是被感动了 为什么 自己为蒋介石卖命 落下了病 蒋介石不让他治 可如今共产党却给了他最好的治疗 这能不让他感动吗 正是因为这种对比 杜玉明的内心悄然的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积极配合治疗 而在管理员精心的照料之下 他的身体也逐渐好转了 不久他开始写起了认罪材料 可是他没想到 就在递交材料后没多久 那天管理员突然叫他去一趟办公室 当时杜玉明心里边不由地咯噔了一下 为什么 因为杜玉明很清楚 当年毛主席曾经亲自下过一份 43名国民党首要战犯的名单 他就是其中之一 不说了吗 他排名还靠前吗 他心想该不会是自己交代了罪行 共产党要处理我了吧 但是当他走进办公室管理员的一番的话 让他大大的出乎意料啊 杜先生就写了 他如何在淮海战役当中赋以顽抗 管理人员呢 就是这个不行 你要把你的利息啊 不要遗漏 要全部呢如是天性 我告诉你吧 什么等于你 昆仑关血战加淮海战役等于杜玉明 注意 就是最后这句话 昆仑关血战加淮海战役等于杜玉明 这句话完全出乎了杜玉明的意料 什么是昆仑关血战呢 那是1939年12月 日军攻占了广西南宁的昆仑关 企图切断中国最大的海外交通补给线 想要逼迫中国投降 就在危急时刻杜玉明临危受命 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五军 在昆仑关和号称刚军的日军第五师团展开了近半个月的殊死国杀 那场战役他们虽然失去了两万猪魂 但是最终夺回了昆仑关 昆仑关大劫是中国抗日战场上攻坚战的第一次胜利 不仅保住了中国的生命线 更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 而昆仑关战役正是杜玉明一生最难忘的记忆 也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杜玉明怎么也没有想到 不但管理所的一位普通的管理员都熟知那段历史 共产党对他还有这么高的评价 那天回到监狱 他对其他战犯说了一句发自心底的话 他说 我是今天被共产党俘虏的 注意 这个话分量很重 这表示从那天起 他对共产党是真正的心服口服 也正是从那天起 他开始迫切的想要完成改造 再为国家和民族出一份力 不过杜玉明当时还不知道 就在那天在不远处的另一间牢房 还有一个人也在感慨万千 谁啊 就是这位 原国民党洛阳警备司令 号称秋老虎的秋行香 那天秋行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手里边却一直紧紧攥着一盒火柴 他这是怎么了呢 先介绍一下 秋行香是较早进入 龚德林的战犯之一 也是龚德林有名的大力士 因为他每天为大家挑水挑饭 表现十分积极 所以很快被管理处评为了学习组长 那么那天他为什么一直紧紧攥着一盒火柴呢 事情是这样的 几天前龚德林办公楼意外失了火 当时管理所怀疑有人搞破坏 而作为学习组长的秋行香 可以经常出入办公楼 所以其他战犯都把纵火的矛头指向了秋行香 让秋行香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百口莫辩的时候 管理员却突然走到他身边 递给他一盒火柴并且宣布 从当天开始 由秋行香专门管理煤炉 这什么意思 所有战犯都说他是纵火的 管理员却给他一盒火柴 这是吸引人 这个纷争的这个凤和上面 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对他这么肯定 也是出乎我父亲的意外的 内心他震撼很大 后来秋行香说 一盒火柴当时虽然只值两分钱 可那却是自己被俘以来 人生价值的总和呀 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共产党的真诚 这些个国民党战犯们 慢慢慢慢的开始有了变化 变得不再明显对抗了 不过 这仅仅只是开始啊 那么真正让他们在思想上彻底改变的 又是什么呢 当年战犯参观团 杜玉明在长春发出了怎样的感慨 在武汉是什么让一度顽抗的黄围为之激动 在秦城农场是什么让曾经的巨鹰王灵机 明白了共产党的伟大 又是什么让曾经的特务头子沈醉 知道了劳动的意义 1959特设令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因为赶到共产党的真诚 这些国民党战犯们 在情绪上不再明显的对抗了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心接受了改造 那么真正促使他们思想上彻底改变的是什么呢 1956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 他指出 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 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 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 不久 中央人民政府做出决定 组织国民党在押战犯 集体外出参观 参观什么呢 当时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马上就要完成了 虽然只有短短几年时间 新中国的整个社会面貌 却跟旧中国相比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央决定 让国民党战犯外出参观 就是要让他们看一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当时外出参观的消息传到龚德林 所有人都很兴奋 因为他们确实也很想知道 曾经在国民党治理下的社会 如今在共产党的手里变成了什么样子 为了尽早成行 他们集体写下了参观保证 就这样 一场特殊的外出参观即将开始 那么当年这场特殊的参观是怎么组织的 这些国民党战犯又参观了哪些地方呢 夏节说 没有 刚刚过夏节啊 当时这些战犯们都统一着装 每个人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 一顶变帽 一双黑布鞋 每人还跨了一个崭新的绿色帆布包 他们从北京火车站出发 首先去的是位于东北的长春 为什么 因为作为当年国民党在东北的重要战略据点 长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工业基地 而新中国的第一座汽车城正式建在这里啊 你想想看 这些曾经的国民党主要将领 虽然当年个个都有专车 可是他们做过中国自己生产的汽车吗 没有啊 当年的汽车全是从国外进口的 那他们想做中国自己生产的汽车吗 当然想 毕竟希望中国不受屈辱走向富强 也是他们曾经的梦想啊 所以当他们走进制造车间的时候 那个兴奋劲就别提了 抚摸着汽车的每一个部件 嘴里是又惊又叹 其中最兴奋的还得说杜玉明 要知道当年他的部队是机械化部队 他对汽车是特别有感觉 当时他奋力地挤出人群 一脚就跨进了一辆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室 一口气足足开出了好几百米 下车之后他是连连叫好 后来杜玉明说 东北之行让他感触最深最为激动的 不是看到自己曾经的办公大楼 而是过去很多不冒烟的工厂 如今都在冒着烟呢 许多以前的旧工厂也扩大了好几倍 还有许多没有见过的新式工厂也正在建 这是杜玉明的真切感受 不过这次外出参观 前后变化最大的还是这位 谁呀 黄韦 前面说过对于改造 此前黄韦一直顽固对抗 态度冷漠 可是当他来到武汉 看到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 一向态度冷漠的他突然变得激动了 他在大桥上助力了很长时间 直到管理员再三让他上车 他这才恋恋不舍地登车离开 为什么呀 因为黄韦当年在武汉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军校校长 他对武汉太熟悉了 可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 武汉是什么情况呢 国民党统治二十多年 设备一片残破 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武汉三镇 你看钢铁厂正在建设 长江大桥正在建设 整个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黄韦当时说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做到了 这是他第一次承认共产党的伟大 当然一次参观不可能一下子让所有人发生彻底转变 但是功德林林的气氛却明显的发生了变化 以前战犯们之间 你拼评我 我批评你 或者打小报告 那是常事 可是之后呢 取而代之的是谁帮谁完成了任务 谁干活 出的力气更多 可是他们没想到 没过多久 又有一个消息在功德林里 炸开了锅了 什么消息呢 管理所宣布 战犯们要即将离开功德林 去秦城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秦城农场距离北京城区40多公里 是当时公安部的绿化队基地 那里有大片土地没有开垦 听到这个消息 战犯们都很兴奋 毕竟去秦城农场 就不用在功德林每天面对四面高墙了 所以很快 一直由国民党战犯组成的劳动队伍 浩浩荡荡开往秦城农场 那么在秦城农场的劳动改造当中 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这位原国民党陆军上将王灵基 注意啊 在国民党战犯里边 他的级别是最高的 因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 从小家境富裕 从来过的就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 做了国民党的高官之后 那更是嚣张跋扈得不得了啊 他就是个养生厨佑 以前这个早上起来漱口啊 要积那个牙膏 那永远是什么太太 姨太太们的事情 结果到了监狱他自己积 这一积呢 他不知道积多少 积了一积多长 这就是曾经的王灵基 但是这一次王灵基的变化相当大 怎么呢 因为来到秦城农场 他看到了他怎么都想象不到的一幕 他看到带头下地干活的 都是管理所的共产党干部 哪怕是挑粪施肥这样的脏活累活 干部们也是带头干 这他哪见过呀 在国民党的队伍里边 哪有将领下地干活的事 有谁是吃着自己种的粮食的呢 没有 当看到这一切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 靠着小米加步枪 就能打败军械优良的国民党军队 所以在秦城农场 七十多岁的王灵基啊 竟然平生第一次扛起了锄头下地干活了 当然第一次体会到劳动意义的 不只是王灵基 还有曾经的大特务沈罪 有一天管理员意外发现 沈罪站在一个葡萄架下边 垂胸顿足 看样子是懊恼不已 怎么回事啊 原来来到秦城农场之后 沈罪精心培育了一株葡萄 那是精心呵护啊 可是没想到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啊 把那株葡萄给毁了 我父亲他们就特别心疼 他是通过这件事情 他就觉得 过去为什么劳动人民反对国民党 因为他说的 我父亲劳动没有得到收获 反而被糟蹋了 所以他会很心疼 会很不满 他对劳动人民的这种感情吧 有了更深的体会 的确 我们要说改变一件事情容易 但是要改变一个人 却很难 而要让这些曾经身居高位的 国民党将领 完成思想转变 彻底实现新生 最后到底能不能做到 咱们就今天先说到这 明天继续为您接着解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 线下活动的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